武侠小说里有一种打人的技巧 指动打戏 女人骂街的时候也有技巧 指丧骂怀 但是我李敖为什么要指丧骂怀呢 谁都会用的招 为什么我李敖那么笨还要用呢 所以我展示给你们看看 我是如何指丧骂怀的 所以我就表扬了一下北洋政府 表扬了一下黎元洪 写成黎红元了 我们做男人的常常被人告诫 不要在一个女人面前赞美别的女人 其实啊 错了 我要告诉各位 当你要批评一个女人的时候 为什么要直接批评呢 你在她面前越是赞美别的女人 她就越是无地自容 不是吗 你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这就是我李敖似的春秋笔法 否则就是 要不然就 翻了 颠了 蹬了 火了 这个意思我在北大都讲过了 括号 刘长乐指令 邓文涛把镜头切换了 枪枪一言堂 让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李大师 注意对您的这个报道啊 您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回过大陆 我觉得在北京 上海 香港 这三个城市 现在又又回到香港 咱就算归来之后谈感想了 有没有这个表面浮光略影上的这个不同印象 就现在的北京像个什么 现在的上海像个什么 现在的香港又像个什么呢 北京 我在北京的时候是看过那个大圈圈里面的小圈圈 小圈圈里面的黄圈圈的北京 现在只剩下黄圈圈了 就黄城还在 内城外城都没有了 所以北京对我而言是个石调框框的城市 那您的感觉是喜欢过去的还是喜欢现在的呢 感情上是喜欢过去的 理智上是喜欢现在的 理智上 理智上 怎么讲呢 就是说真正的要看中国 当然要看那个进步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 不给人家欺负的中国 我在过去的北京城里面 我亲眼看到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 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 这印象很深刻 因为在中国抗战期间 我是被沦陷在北京 所以我看过 今天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国家 再有没有西洋鬼子或者日本鬼子 在我们眼前晃 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个年纪的人非常重要 所以我才一再说 我比你们爱国 因为你们感受不出来 国家落的时候是什么样 那在上海呢 在上海 对不对 我很不幸 我的整个节目就安排看黄埔江 昨天大家就说了 从这头看 从那头看 再从前面看两头 然后还从白天看到晚上 还从高看到低 什么世贸入音 对对对 看了后来我在电梯里就扎野了 我说了一句 叉叉叉的黄埔江 你们要剪的话 我就告诉你 他妈的黄埔江 交音 但是昨天真的很好玩 其实呢 上海的这个黄埔江 是肯定要去的一个景地嘛 然后呢 一般的游客也一定会去招待 其实这次上海也特别 就是为李大师也就准备了 我们是好像是在一个时间点 都特地为他把所有的灯光都打亮了 让他去欣赏整个这个黄埔江外滩的这个风光 但是呢 因为他连着好几天都看 第一天呢 从这个浦西看浦东 第二天从浦东看浦西 第三天从 从北边看两头 然后还从高看低 所以他最熟的就是 从日看到叶 所以我觉得 看到我头都炸掉了 因为我基本上 我有个梦 恶梦 始终排除不掉 什么 就是四九年 我就在黄埔江 就在这个银行门口 看到当时国民党最后搞挤兑黄金的这个梦 这个噩梦就是 国民党把人民的黄金强制收走 最后呢 又卖出来 人民就挤兑黄金买一辆黄金 到市场上可以卖两辆 这不得了了 所以每天早上五点钟 宵禁呢 夜里就宵禁一解除 从四头 每个马路的四头 包括黄埔江的船里面 都冒出来的人山人海 奔向当时的这个中央银行 这就是在附带演讲的开头 真的有做工 当然了 这个噩梦我始终去不了 原因就是我看到那个警察 骑着高头大马 拿着鞭子来打 打这个群众 一天击死 好几十个人 就要击死 所以我看到这个场面 我觉得今天看到这种 黄埔江的这个风华 不管是从东看到西 从南看到北 从中间看两头 我从日子看到夜 从高看到地 看到我 老是在比较 因为每次看了 那个噩梦就出来了 是 过去呢 也有些人这个批评您 说您呢 比如说对这个大陆的 包括现在的问题 有过很多看法 但是觉得呢 您过去五十六年 在台湾 那叫卧游天下 是缺乏感性经验 这次这等于 真的有点感性经验了 你觉得这跟卧游相比 真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当然有一点不同 可是我认为 我不能每一个经验 用这种方式去追求 太累了 太花时间了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不可能像太空人那样子 跑到月亮上去 回头看地球 这个经验爽 我不可能 做个太空人太难了 我也不可能像 踏山家 登山家那样 到喜马拉雅山 那深入风 再回头看 西藏高原 为什么 爬不动 所以一切要以 英文讲in person 就亲身经历的方法 才算求知 才算有印象的 这种方法 这种招 我所以太笨了 太笨了 人类的进步 是靠着很多间接的经验 别人吃亏倒霉 上当受挫 这个经验 我们学乖了 亲自去自己去 做了汉奸 知道汉奸什么样 做了窑子 才知道妓女什么样 我这个人太笨了 所以李大师傅能当演员了 你就不能有办法 演员的本性就是这样 每个角色都得融入 演员本性就是 我想演什么 然后我入戏进去 我以为我就是那样 演员本性就是 正好有这种本领 他做到这个 演将军 他就是将军 演闹钟 他就是闹钟 就一会儿金刚怒目 一会儿菩萨低眉 不过我还是对尼姑思凡方面 比较感兴趣 就演尼姑 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讲到 这个复旦演讲 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件 这个事情是很传奇 您记得当时有一个 白发苍苍的一位教授 叫胡守军 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跟您问问题说您为什么讲您这个五百年白话文写作第一名 还有这个说说鲁迅不好 有什么证据 当时呢 您就是说我没听清啊 但是今天这个接出来啊 这个胡守军教授啊 原来啊 挺有意思 就是六七年一月份的时候 这个张春桥他们一月风暴 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不是夺权吗 那个时候大街小巷贴满了 就是拥护张春桥当第一书记 姚文元第二书记 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这个胡守军和他的很多同学们 去贴大字报 就是反对张春桥当第一书记 后来文革被打成反革命 他还做了八年牢 哎是这么一个人 哎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倔强之士 当时问您这个问题 这也是现在有些人对您啊 就有点微词的地方 说为什么一碰到真的 就针对您的一些批评的时候 您好像就是这么 用一种玩笑式的方式 这个胡漏过去了呢 因为你听到一个后面的问题 只好选择一个后面的答案 对不对 你怎么答呢 关于鲁迅的态度 我已经在我们的 我们的纵黄电视节目里面 拿出证据来 已经一再说得清楚了 这位老先生还要问我这个问题 表示他八年牢白做了 哎呦 表示他可能就那一集 里要有话说没看到呢 您宽容他一点 但这位老先生就难免会觉得 您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问题就是说 我的证据就拿出来了 就是你没有看到 然后重新问我 我就不太答复了 意思就是说 怎么答复呢 做学问就是说 你研究一个东西 别人研究过了 你漏掉了 你再重新研究 或者质问别人 这太太远了 那您这个过去 不是以这个斗士著称的吗 现在不是也有人提 这次在北大演讲之后 甚至还有个学者讲 说李敖老乙尚能骂否 您听到过这种议论吗 我听到这种议论 有什么 就是李敖老乙尚可以骂 没有错 当时这个典故是出在连波 连波老乙尚能犯否 连波是可以犯的 还是饭斗米肉十斤 这样吗 可是吃了饭以后 要尝尝上厕所 消化不好而已 所以连波还是可以战 还是可以老 我也是老了 还是可以骂 骂了以后呢 这喉咙会不舒服而已 对您经常讲到 好像害怕这个声音不好 是怎么回事呢 连老了 唾液分泌的不够 所以口腔常常干燥 连续讲很多话 或连续讲得太快 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我很遗憾 不能够天生 像跟我一样的年龄的那个人 世界三大难高音的 那个大胖子 声音天类之声 跟我同岁 可是我们声音不能跟他比 当然比别的 比别的 比别的更好一点 对对对 现在你看走字幕了 咱们这个李大师不能走啊 虽然人就明天要回台湾了 但是我们还得接着录下去 明天大家再看 李大师跟我们枪枪三人行 枪枪枪三人行 枪枪枪 没把门票就看到我了 真的 人家门票一张是已经喊到五千块了 你知道吧 对 有黄牛党在炒票的 而且呢 现在这大师啊 不是您的称号 那是您的外号了 您自己喜欢别人称呼您大师吗 不然还称呼什么呢 没有 没有更高的位阶了 称皇上 教主 教主 那这个您来啊 我们当然也这个不敢漫代 我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您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的黑材料 是是是 对我们还带了一本书 对当然啊 最主要的准备工作呢 还是为您找个女嘉宾 我想啊 在这个神州游啊 在大陆见了不少这个大陆的美媒 但是呢 希望您不要忘记这个台湾的 家乡会 对 昨天晚上他已经被我灌醉了 我灌醉了之后发生了 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因为我也醉了 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不过昨天晚上已经跟这个李大师呢 共进了非常浪漫的愉快的晚餐 虽然呢 很多电灯泡 有十几个电灯泡 完了 你看这就是李大师高明的地方 我的女嘉宾 他昨天晚上就先给撬走了 那李大师啊 这个刚才也是行色匆匆 您呢 这个云游神州这一圈啊 来到了香港 但是在香港时间太紧了 好像 这个简直是紧急旅行 昨天下午刚到 就马上开记者会嘛 对吧 是 外国一句谚语说 客人和鱼一样 三天就发臭了 所以我一不在第二天就颠了 回到台北 那您要这么说 您在大陆都发臭了三回了 可是地方不一样 臭的地方不一样 北京这边待了两三天 然后马上就转到上海去了 其实李大师这次的行程非常紧凑 他们都说呀 这个身体不得了 这是有一些幕后的说 我们这刚才几个女孩子 他打架说 晚上谁跟李大师一起游船河 然后这个就有个男同事说了 说女孩子跟他在一起啊 肯定快乐 他是这个早上六点就起来 睡不了几个小时 今天五点钟起来 昨天一点钟睡 然后一路上不停的讲笑话 对 这真的是李大师的这个幽默 其实不止在演讲当中 跟他私底下交谈 你会觉得他更亲和 更幽默的那一面 那这个香港刚才 这么短短的旅行啊 有什么随感 可以跟我们发表一下吗 没有什么随感 只是到处就觉得自己老了 我现在最大的用力 就是到很多地方 前后左右一看 我年纪最大 常常有这种 自伤老大的感觉 您还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会有这种感觉 过去没有这种压力 现在发现老是压力的一种 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比如说在这个蔡元培先生那里的目前 跟死人比 当然我全了 所以说 金莹你对大师不是有好多问题吗 可是我觉得李大师不老啊 而且他坐在你旁边就更不显老了 我觉得 你们俩有愁啊 他看得出来吗 我想你恨他 不想这么恨他 没有 第一个你看你们两个的头发 是不是很像 其实李大师的头发 你觉得他长得特别好吗 你看他年纪 其实到这样的年纪 没染头发 对没染头发的 也没有重头发 就原样 根根之力 就原样 您永远照我们这四川人讲 永远都是雄起 雄起 现在小头不雄起 大头还在雄起 谁说小头不雄起 不过这次李大师真是蛮好玩 昨天我们也聊了一些 就是他这次神州文化之旅 才真的发现了 他这个过人的魅力 这个真是无远福建 上下同吃 老少嫌疑 好像有一位 这个我印象最深刻 昨天工作人员 透露给我一个小故事 这个有一位身着奉献装的女人 女孩一路就从北京跟到上海 但是他本身是不是广州那的人 好像他们昨天说是 是南方这边的女孩子 自己筹错了一些旅费 就一路跟着李大师 但是他也不会有太多激进的动作 也不是像那些fans会去追 他就默默的在一旁 含其默默的注视着李大师 然后工作人员都见他 就特别可怜他 因为他就整长整长的守候着 然后就觉得 哎呀你别再守了 你也进不去 演讲也进不去听 然后也没办法靠近李大师 因为我们的安全的这个部分 还是要顾虑嘛 那他就是远远的一旁看 后来工作人员都动了隐策之心 就说你别这么守了吧 这时候这位身着奉献装的小姐 就悠悠的说了一句 你们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大师好感动哦 大师爱情是什么呢 爱情是等待 这还说到这儿 我倒真想起来 您这个56年在台湾 就是有多少个女朋友 我也帮您数了数 大部分还都是台湾的美媒 那这一圈看下来 这个北京的姑娘 上海的姑娘 香港的姑娘 在比较台湾的姑娘 敢不敢发表评论呢 不敢 那这个女人的问题 看来咱们得待会再说 对 那有个事 我想请你评论评论 这是正事了 国台办发言人 哎呦 我现在很忧意 我现在很忧意 我发现这国台办发言人 这个李维一先生啊 现在这个新闻发言人说话呀 也挺幽默的 而且呢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都以用您的话 你比如记者就问他说 李敖先生这个演讲的时候 您好像很严肃啊 李维一先生就说呀 说他在台上啊 是金刚怒目的演讲 我在台下是金刚怒目的在听 然后就说这个 那他这个三场演讲 你怎么评价 说李敖先生自己有评价吗 一场比一场讲得好吗 对这个内地对您的这个演讲的议论 您这两天有阅读 或者有人跟您讲吗 感受到一点 详细情形不清楚 只是说大体还好 应该这样说 或者说更好 那您自我的这个这个估计呢 这一趟下来 我像他这样子 都是到时候这个会惹起来 很多人对我的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说 这个赞美 当然也会有一些文化水平低的人 骂我 会有 骂他的人就是文化水平低的人 这就是李大师的资讯了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因为文谦是您的好朋友嘛 但文谦也说了一个评论 但我是比较捉摸住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李大师可能比较清楚 文谦说您在北大的演讲呢 是一流的演说家 但是在清大演讲 是一流的好朋友 然后那个周玉寇也说了 周玉寇说呢 这个您的这个神州文化之旅呢 就好像非常非常的 这个光彩夺目 就好像林志玲走台步一样 你觉得这两个女人 周玉寇说你是商业秀 无言 商业秀赚钱 钱在哪儿啊 哎呦我们父母花了不老少钱了 我没得到钱 没再拉大石口袋 倒是有没有预期 您这个是马上就要回台湾了 是 有没有预期在台湾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情况 不知道 可是我在台湾已经太熟了 是吧 56年 大家纠缠在一起啊 台湾 对我太熟悉 非常是个熟悉的环境 我不是说 那个这么56年来 跟台湾等什么什么关系 而是说 它是我在工作的一个场所 习惯的 嗯嗯嗯 熟了 那这个 您在这个大陆的这些言论 呃 在这个台湾岛 而且一个精英应该就了解 台湾岛上会有什么意见反响吗 其实现在台湾的媒体啊 他们的态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嗯 一开始呢 李大师刚到 就是说这个神州文化之旅 刚展开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注意到 台湾的媒体呢 没有那么关注 因为可能那一阵 那几天呢 这个立法又要开议什么的 有很多政治新闻就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而且呢他们觉得今年都是所谓的啊 打这个大陆牌 就很多人都到大陆的去访问 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效应来讲 已经那个热潮已经过了 就没想到呢 我们办的风风火火的 然后呢 这个大陆这边的反响非常的好 民众也很热情 媒体的这个反应也很大 哎 他们忽然发现 哎 不得了了 倒也真是 这个其实我倒感兴趣 您这一趟啊 也是一种很特有的一种经验 就是56年没有踏足大陆 这次呢 又时间这么短 10天就去了北京上海好几个城市哈 这么一种像走马灯似的转了这么一圈 我感兴趣的是您那些零碎的感受 零碎的感受 不能够把它完全讲出来 因为有些感受是要藏着 让它这个闷在那儿 嗯 捂盖子 把它捂住 有一天再讲 不能全给抖了出来 有一天要再继续写在书上是吧 嗯 也不一定 也许在节目里面做出来 哪天跟凤凰搞分了 就抖了出来 但是啊 我们手头啊 这倒是好多这个凤凰网友啊 研究咱们这个李大师 呃 我可以跟您念一段李大师 这个 跳好的面啊 跳好的面 您主要看看 他这个在语气上 是不是这个很传神啊 这个是虚拟的创作 就是三套车 呃 这么一个网名 他说呀 这个您这个呃 玩的这一圈 要回去还做这个 李敖有话说 是 会怎么做呢 他虚拟了一下 啊 说李敖 有话说 各位 前些天 我到祖国大陆 兜了一圈 兜了一个小圈 今天 我回来了 又回到了这个小岛上 在我的书房里 继续做我的 李敖 有话说 在北京大学演讲之后 有人给我看了一些 网上的评论 有些网友比较失望 说李敖的演讲 并不如自吹的那么精彩 我必须说 你们没有真正听懂 我的很多内容 你看这语气 没有真正看懂 我是如何表现的 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 我就对小朋友们说 你们希望我骂共产党 是不怀好意 我干嘛要骂共产党呢 你们是不是会说 你李敖没这个胆了呢 不是 我必须告诉你 李敖比你们更智慧 更狡猾 他们在揣测 我要讲什么的时候 我曾经说 既有金刚怒目 也有菩萨迪梅 但是他们都忘了 我之前还讲过 我还要用春秋笔法来演讲 什么是春秋笔法 你们知道